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 沙元首抗力觐见文莱苏丹 沙总理货班文莱Dato Strixteria荣誉寻章 马远会腾球女子团体赛保留与否 星期四揭晓 媒体社区失去一位受人尊敬的社区领袖 沙拉元日历史需被纳入历史课 Dato Strixteria 阿王秘密任上议院主席 欢迎收看今天7月16号星期二的 吴贾斯华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小元 沙元首敦本斯瑞万尔纳迪博士 及沙元首后 Dopwan Faoja 星期一下午2点 进见文莱苏丹 哈吉哈萨拿勃家陛下 文莱苏丹后 哈吉哈萨莎也陪同在侧 其他在场嘉宾 包括沙总理 Dato Patengi Tazri Avang Tzoharri博士 及夫人 较早前一众嘉宾出席配合文莱苏丹 哈吉哈萨拿勃家陛下78岁 华诞所举办的宣章颁发典礼 此外 敦本斯瑞万尔纳迪及夫人 Topwan Faoja也受邀出席 在努力尼曼王公王家宴会厅 主办的文莱苏丹陛下 华诞晚宴 配合文莱苏丹 哈吉哈萨拿勃家陛下78岁华诞 沙月总理Dato Patengi Tazri Avang Tzoharri博士 获班Dato Sri Sertia荣誉寻章 这次的寻章颁发典礼 是于星期一早上 在斯里巴加湾市 努力尼曼王公举行 由文莱苏丹陛下亲自颁发 出席这次典礼的还包括 沙元首敦本斯瑞万尔纳迪博士 及沙元首后Topwan Faoja 2024年第21届 沙拉越马运会苏马腾球女子团体赛项目 是否继续或者是取消的决定 将于18日举行的 全国马运会委员会会议上做出决定 沙拉越青年体育及协家发展部长 Dato Sri Abdukarin表示 根据最新的入围名单 目前只有5个州属派队伍参与 那就是雪兰娥、霹雳、冰城、沙巴和沙拉越 他表示由于没有达到至少6个州属参赛的要求 因此该项目可能命令不得不取消的局面 Walaubagaimanapun 他星期二在古静西莱丹酒店主持的 2024年第21届 沙拉越马运会 主要委员会会议后 召开新闻发布会时 这么表示 无论如何 Dato Sri Abdukarin 对于该项目 保留或者是取消的决定 表示尊重 西莱丹 如果在业也有所考虑的 出现了,会很决定的业也会很决定 他们可能会有训练和诠练 三年到四年 然后有多数年 然后再次业 Teknikal Knock Up 因为不够的诠练 但是 可能如果 JR 18月18日 可以从观念中的观念 五官员已经有现在 如果有参加的 如果有参加的 他们会参加的 但我肯定有决定 在14年 美里马来社区最高 领袖天文工 达到Abdurrahman Abanfat在离世 被映示 美里社区的一项损失 12月交通部长 达到Sredi李锦盛表示 美里失去一位受人尊敬的社区领袖 已故天文工达到Abdurrahman Abanfat在 深浅与美里各种族 以及宗教密切合作 为当地社区发展 做出巨大贡献 他星期一到Ataquah清真寺调宴天文工达到Abdurrahman之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说 天门工达德·阿布朗拉曼·阿邦发在星期日下午离世 享年82岁 他是在2009年受委为天门工 在社区习俗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同时也在多个组织担任过赞助人、顾问、主席 财政和委员会成员等等职务和职位 遗体于星期一早上八点送往阿达沃清真寺 在进行祈祷和调研仪式之后 安葬在梅里补义五幕园 当天沙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副部长达德陈超耀 梅里省长代表努奥马斯 梅里县长斯蒂罗哈尼·优索 阿达沃清真寺主席及管理委员会成员 机构局长梅里马来福利信托委员会成员 非政府组织领袖、政党党员以及梅里县社区领袖 沙拉月日或者沙拉月独立日的历史需要被纳入历史课当中 沙拉公共卫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长达德本公网 蒙格尔表示 此举让年轻一代了解7月22日沙拉月日庆典活动的重要性 他提到1963年7月22日对沙拉月而言别有意义 因为那是沙拉月被赋予自治权利的重要时刻 他星期一在沙拉公关单位乌盖清潭节目上这么说 也是2024年沙拉月日其他宗教感恩仪式负责部长的他补充 将沙拉月日历史纳入历史课本之举 还能让年轻一代清楚区分马来西亚的三个重要日期 那就是1957年8月31日独立日 1963年9月16日的马来西亚日和1963年7月22日的沙拉月日 他解释独立日是马来亚联邦独立的日子 而马来西亚日是马来亚联邦 沙拉月沙巴和新加坡参足马来西亚的日期 而1963年7月22日则是沙拉月在参足马来西亚前取得自治权的日期 也是马路利立法议员的他补充 马来西亚日也是重要的日期之一 以纪念沙拉月参足马来西亚 而非加入马来西亚 他强调沙拉月政府在沙拉月总理 沙拉月博士的领导下继续努力争取回沙拉月有意或者无意所失去的权力 他补充 沙拉月政府并不要求更多或者更少的权力 而是要索回在1963年大马建国契约和政府兼委员会 IGC报告当中所产明的权力 前南甲区州议员Dato Awambimi 军事成为新任国会上议院的主席 也是沙图堡党法律顾问的他 星期一在国会上议院副主席Dato Nujazan的见证之下军事就任 其他在场者还包括沙拉月的联邦政府部长以及上议员 Dato Awambimi 任期从2024年7月15日至2027年7月14日 他是在1959年6月22日出生于师屋 拥有马来亚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他在7月4日获得由沙总理Dato Awambimi 授予云专喜纪念奖章云 2024年第21届沙拉月马云会倒数第32天 让我们敲手以盼全力为沙拉月选手加油打气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UGAS华语新闻 更多的新闻资讯 欢迎浏览UGAS的所有官方平台 同时也别忘了关注UGAS的官方网站 UGAS的srawat.gov.my和订阅UGAS YouTube 以掌握更多的最新动态 住了 是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一 imagin期 D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